全世界最可怕的十对夫妻 第一名却是所有男人的梦想 这个世界上 一切东西都有两面性 爱情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 曾有人说 爱情就像一座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来 而里面的人却想要出去 这让人琢磨不透的爱情 有时候让人陶醉 有时候又让人心碎 更有时候 它还会演变成一场离奇的闹剧 比如说 你见过由丈夫来怀孕的夫妻吗 又或者是年龄相差 95岁的爱情故事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来看看 世界上最离奇的十对夫妻 奇葩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第十名 性别互换 丹纳·苏尔塔纳 是哥伦比亚的一位变性模特 有一天 她突然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组照片 在照片上 她甜蜜的亲吻老公 埃斯特万兰德拉 而此时的埃斯特万 已经怀孕超过八个月 一时之间 上网冲浪的吃瓜群众们都沸腾了 她的老公竟然可以怀孕 原来 这对夫妻都是变性人 妻子苏尔塔纳 从男性变成女性 而丈夫埃斯特万 兰德拉则是女性变成男性 但是 二人唯一不同的是 丈夫在做变性手术的时候 并没有切除子宫 只是对胸部做了一些调整 在日常生活中 也会通过一些雌性激素 来维持自己的长出来的男性特征 对于变性人来说 如果想要孩子的话 一般都会选择领养 但这时候 埃斯特万拉想到 她自己本来就拥有怀孕的能力 为什么不自己去试一下呢 不得不说 这对夫妻做出别人一生 都不敢做的这件事情 而且 他们发布在网上的照片 也是获得了很多网友们的祝福 甚至有的人写道 他们的做法实在太酷了 这带给了变性人很大的勇气 还有人评论说 爱情就是他们的能量 可以帮助兰德拉顺利分娩 第九名 最大身高差距 全世界的网友在吃瓜的时候 都格外喜欢反差萌 比如一米五的女生 与一米九的男生在一起 那就是最萌身高差 萌不萌不知道 但要说体型反差 这一对夫妻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女生名叫尤多西瑶 来自西非象牙海岸科特迪瓦 明显的 尤多西不是标准的瘦血美人 她拥有沙漏式身材 被称为非洲金卡带衫 这姐们的体重约95公斤 臀为达到了惊人的152厘米 跟金姐一样 尤多西也凭借着她独特的外表 来参加活动 推销产品 臀为就是她的生产力 而她的丈夫大屁 是一位金尼亚的说唱歌手 同时也是商业巨头 但偏偏患上了一种 叫早衰症的罕见疾病 也正因为这个病 尽管她已经快30岁了 但却只有1.3米的身高 实际上 她的身高紧到尤多西的腰部 就是这样外表 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两个人 走到了一起 但社交媒体上的网友 很不买账 两人恋情公开后 网友们留下很多恶劣的评论 恶劣程度 甚至都不适合在这里分享 总的来说 大家都认为 这两人在一起 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出于商业炒作 这对非传统的情侣 不但坚决反击了那些批评 他们还表达了自己政治上的壮志雄心 比如大屁孩曾经参加过几内亚总统选举 虽然没有成功 但她可是决心再次参选 直到成功为止 而尤多西也十分支持 并表示非常期待成为第一夫人 第八名 厨房爱情 爱情中 人们总向往着 拥有理想的另一半 而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安纳姆来说 她的理想 就是想要找一个公平 听话 有爱心 并且擅长烹饪的对象 而恰巧 她在一个幸运者的身上 找到了所有的这些品质 没错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来自中国的电饭包 安纳姆自从在2021年 买下了这个电饭包之后 对她可谓爱的深沉 她不顾自己家人的反对 决定和这个电饭包洗劫连理 她在社交网站上 发布了自己和电饭包的结婚照 画面中的电饭包头戴白纱 可谓光彩照人 但不幸的是 这个特别的爱情故事 仅仅持续了四天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安纳姆受购了 只吃米饭的生活 所以她宣布和电饭包离婚 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的妻子不会炒菜 这也许就验证了一句俗语 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最好先抓住她的胃 显然 这只是一句玩笑 实际上 安纳姆是印度尼西亚一位 小有名气的网红 日常喜欢和她的粉丝们 分享搞怪的视频 以喜欢恶作剧文明 所以 这段电饭过婚姻 只不过是她的一个段子而已 第七名 奶奶 我不想努力了 三十一岁的凯尔琼斯 是一名帅气的匹兹宝人 她的外表看上去 与同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而 她在选择约会对象方面 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 比如 她喜欢与比自己大几十岁的女士约会 比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位 马乔瑞麦库尔 这位女士比她年长足足六十岁 她们后来甚至还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对夫妻曾经还上过一个名为 极限爱情的电视节目 在这个节目里 她们分享了自己五年的恋情经历 凯尔坦言 这并不是第一次与年龄相差两三倍的女士约会 也许对一些人来说有点奇怪 但她觉得自己的喜好 与那些喜欢丰满体型或特定个性的男人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2009年 这对夫妇在一家书店相遇 当时马乔莉在那里工作 也就是在那里 这位离异后经历了37年的单身生活 还抚养过六个孩子的女士 同意了与凯尔约会 她表示 初次遇见凯尔时 感到非常兴奋 毕竟被年轻人追求 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但有时候马乔莉的确觉得 丈夫就像是她的另一个儿子 虽然很多人对凯尔的动机持怀疑态度 认为她就是为了钱 但马乔莉并不认同 毕竟她自己本来也没有钱 第六名 超原物种 你有没有听说过 人还可以和动物结婚 在英国 一位叫伊丽莎白的女魔 直播分享她和爱犬的婚礼 这位模特今年49岁了 在她的人生中 她经历了四次订婚和221次失败的约会 屡次感情的失败 让她心灰意冷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 她遇到了六岁的洛根 洛根是一只流浪狗 她的过去有着非常惨痛的经历 看到可怜的洛根 伊丽莎白毫不犹豫地救了她 在伊丽莎白过去的经历中 她有过被已婚男子欺骗的经历 因此 对于异性 她彻底失去了希望 对于一个快50岁女人来说 她觉得自己 已经没有拥有幸福的机会 然而 在她这一段灰暗的时光里 是洛根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 他们24小时都相处在一起 一起参加朋友的party 睡觉的时候 狗狗也会乖乖地陪在她的身边 甚至在她半夜噩梦惊醒时 乖巧地钻进她怀的里 因为洛根的陪伴 孤独好像不再那么漫长 于是 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那就是和狗狗洛根结婚 就这样 伊丽莎白在电视上 直播了自己和爱犬的婚礼 在现场来宾及全国的观众的见证下 伊丽莎白穿着雪白的婚纱 走向她的新郎 在所有人的欢呼和雀跃中 完成了他们的婚礼 当然 这段婚姻在法律上 并没有得到承认 但对于伊丽莎白和洛根来说 这并不重要 他们觉得幸福就好 第五名 矮人的爱情 诸如症是一种 因先天性发育不全 或遗传所致的罕见疾病 患者身形一般会极端矮小 而巴西就有一对夫妻 保罗与卡蒂莎 两人双双患有诸如症 男方身高88厘米 女方身高89厘米 加起来只有177厘米高 这甚至打破了吉尼斯记录 成为世界上最爱的夫妻 保罗和卡蒂莎 是通过社交平台认识的 保罗第一眼看到卡蒂莎 就觉得这位女生很美 对她一见钟情 然后就与对方开始聊天交流 卡蒂莎坦言 在刚刚认识保罗的时候 觉得她说话轻浮 感觉只是在调戏自己 直接就把她给屏蔽了 这两人间的故事 本来不会继续发展下去 直到18个月后的某一天 卡蒂莎突然解除了 对保罗的屏蔽 两人再次聊天 这才解开了误会 两个月后 保罗穿越了300公里 去卡蒂莎的家看她 就这样 在经过4年的交往后 他们最后决定 搬到一起共度余生 他们平日里走在街上 活脱脱就是童话故事中的 小矮人既视感 路人总是对他们 投来异样的目光 或好奇或同情 然而 他们自身却非常乐观 人们眼中的异常 其实都是他们 从小到大的习以为常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中 携手前行 以常人难以拥有的力量 互相支持 他们的爱情 虽柴米油盐 却胜过千千万万的夫妻 第四名 一箭双雕 澳大利亚有这样一对 童卵双胞胎 他们除了长得 几乎一模一样之外 甚至还拥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男朋友 安娜和露西 自称是世界上 最相似的双胞胎 他们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要一起做 甚至希望别人 把他们当做同一个人 为了长得更相似 他们甚至进行了手术 花费了高达 15万澳大利亚元 换算成新台币 那就是高达311万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对姐妹的关系亲密到 甚至再和同一个伴侣 在交往 他们三个人 已经在一起生活9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一直都是同床共枕的 其实安娜和露西 以前也是有各自的男朋友的 但是无奈两个人 就像是个连体婴儿一样 不管是吃饭 洗澡 睡觉还是出去逛街 他们总是分不开 哪怕男朋友 能理解姐妹俩感情好 但是还是无法忍受 在和女朋友 遇到约会的时候 旁边还有另一个人 前男友也试图让他们分开 但是很显然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了 所以最终姐妹俩都和男朋友分手了 直到本的出现 姐妹俩都对本非常满意 安娜还透露 再见到本的第一个晚上 他们就吻了她 因为本不仅能够清楚地 分辨出来两个人 而且还不介意 姐妹连体婴儿一样的关系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看似有点不同寻常 甚至很多人接受不了 但是他们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就是他们 共同想要的生活方式 第三名 祖爷爷和小孙女 在大学时期 你是否曾经幻想过 自己未来的老婆 还在独幼儿园 等你事业有成以后 老婆也就刚好18岁 到了适合谈婚论嫁的年龄 然而事实上 这种事情在现实中常有发生 甚至还要更加夸张 在2009年的索马里 就有一名112岁老人 迎娶了一位年仅17岁的娇妻 老人名叫穆罕默德 多雷 出生于1897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连出生正名 都是用山羊皮制成的 可能是因为 多雷本人工作比较勤快 算是部落里的富贵人家 仅仅112岁 就拥有了五位妻子 以及超过114名儿子和孙子 放眼整个国家 这个战绩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位贪心的索马里人 并没有就此满足 他将目光放眼到 刚刚年满17岁的年轻女孩 索菲亚阿卜杜拉的身上 尽管两人年龄相差了 整整95岁 但这对组合 还是在2009年登记结婚了 并且让人意外的是 根据附近村民的述说 他们的婚姻生活 还非常的幸福 其实在索马里 年龄差距很大的 夫妻结婚是十分常见的 但即使按照索马里的标准 这95岁的年龄差距 也是相当炸裂的 毕竟这比很多人 一辈子的时候都要长 不知道屏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觉得在如此夸张的年龄差距下 真爱是否真的存在呢 第二名 最美心娘 人类世界纷繁复杂的情感太多 爱情也变得不那么纯粹 于是田浪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那就是和一个假人建立爱情 田浪在2011年就已经在商店里 看见了这个人偶 并对他一见钟情 但由于价格太贵 实在是买不起 但仍然一直心心念念 没想到的是 到了2019年 田浪居然在网上找到了一个 无论形象和价钱都十分完美的人偶 他立马下单买了下来 并取名为莫奇 现在 田浪和莫奇几乎形影不离 这位香港仔每天都会把莫奇 安排在床边的椅子上 还会细心照顾他 他会带他去豪华餐厅吃饭 跟他一起玩游戏 还给他买衣服和礼物 这位幸运的女士 现在有超过20套不同的装扮 时双鞋子 甚至还有一部全新的iPhone 我就纳闷了 当一个人偶的手机比你的还高级时 你是不是得重新审视人生了 但对田浪来说 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莫奇从来不会对任何礼物感到不满 而且他显然比他以前的女朋友 都更擅长倾听 田浪对他的人偶皇后是深情至极 并在2021年8月跟他结婚了 他们甚至还一起生了一个孩子 这时候 人偶妻子的优势 又再一次显示出来了 当他们外出时 也不用找保姆照顾小孩子 可以尽情享受二人世界 第一名 男人的梦想 好事从来不嫌多 这绝对是乔达格尔的座右铭 而且这个座右铭 还深刻地体现在了他的婚姻上 因为达格尔娶了不止一位妻子 也不止两位 他居然同时和三个女人喜结连理 这听起来的确有点疯狂 但关于他的故事远远不止如此 他娶的三位妻子 竟然原本就是一家人 原来 这家人信奉着基督教复兴会牌 拥有一副多妻制的习俗 在1990年 达格尔同时迎娶了表姐阿丽娜 以及女孩维基 三人一起举办了摩门教室的婚礼 一段幸福的三人时光随之开始 或许是婚姻生活太过美满 十年以后 女孩维基决定把自己的双胞胎妹妹瓦莱利 也一起拉进来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一定适合自己的妹妹 一开始 达格尔并没有答应妻子的要求 因为他觉得 同时和一对双胞胎姐妹建立关系 实在有点奇怪 但最终 他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 在2010年 把妹妹瓦莱利也娶回到家里来 并且 根据三位妻子的描述 达格尔每天晚上会依次来到三人的房间陪伴 并等他们心满意足后 才离开休息 四人的婚后生活 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多姿多彩 直到目前为止 达格尔和三位夫人 已经拥有了25个孩子 不知道如此丰富美满的婚姻生活 是否会让你感到羡慕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不知道以上 这十对最疯狂的夫妻 哪对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